所有在股市奮鬥的朋友們 你們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場其實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給我吧 我就是你的貴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薪资第01字号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台股周一是开高走高站稳的万四的关卡 顺利的做出了这个周级别的日出之后 资金有回流 那么低位阶的个股是轮流上攻 现阶段操作的节奏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投资朋友们该如何来把握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方便人 同时也是改变医生的贵人 摩托头顾蔡英斯坦财政华老师 老师好 卢比奥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好老师这个台股从底部拉上来 是已经超过1000点了 但是呢有些投资朋友们他们可能没有抓到节奏的啊 或者是说他还在等解套的 那都还没有这个赚到钱的感觉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老师 这个事情其实 这是这样子 比方说我们吃到饱的时间 比方说下午茶嘛 对不对 吃到饱的时间是3点到5点 对不对 我给你两个条石随便你吃嘛 对 好这样 那你就台北游起家很有名的 中南部也有嘛 有些饭店不是那种下午茶嘛 对 好那你为什么看上去人在排队你知道吗 因为他要吃足两小时嘛 是 那你如果说这个 第一盘你就给人家吃了半小时 对不对 那你就只剩一个小时半 对 所以说行情这件事情 它是有某种程度的急迫性 哦是 因为反弹这件事情 它不可能弹到无限 那你说这个1万8跌到1万3 第一波反弹 现在正在进行 对不对 那你反弹到一个程度 你总是会掉下来嘛 对 会再打回来 你会有第二只脚啊 你怎么可能V型都上去 对不对 台股历史上两个V型 一个是08年金融海啸的V型 还有一个就是19年 那个就是 疫情当中V型上去 两个V型上去嘛 是 那很多人都以为说 原来股票的低点 只要是买到低点 就可以一路逍遥 不是这样子哦 那种低点V型十年才一次 那08年跟19年 有两个最大的特征 叫做什么 美国的QE 无限QE 我问你们现在有没有QE 没有耶 根本就没有啊 你在那边想那么多 对不对 没有QE就没有V型嘛 那你一定是 先一个逼迫大反弹 我讲B波大反弹 洩漏了我的资历了 年轻人还不懂什么叫B波 是 ABC波是股市当中最基本的拉回 先杀下去 反弹上来 再杀第二段 在ABC波 但是等于是道恩质嘛 对 但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不懂什么叫ABC啊 因为这个时代就是 被很多市场上的媒体教成 只要懂基本面 天下什么事都不用去考虑 那今年来讲的话 这些媒体也害了很多年轻人 可能要再多工作30年吧 但我们现在学还来得及 首先这里就是一个 B波大反弹的起点 那B波大反弹 其实是有高度的啦 但是呢 这里有一个重点 我们跌是跌9个月到10个月嘛 对 那反弹先抓3个月OK吧 OK 非常OK 对嘛 3到4个月 那你10月就已经打底了 11月已经用掉一半 所以你一个月已经去了 对啊 我现在跟各位讲 想象一下我刚刚说的那个 下午茶3点到5点 这个真正厉害的人 是那个门开之前排队在那边嘛 对吧 那进去以后呢 他就先去吃那个最贵的 所以我的做法很简单嘛 那你要开放反弹之前呢 我就在底部把你个股期全部都抄了 是 因为你涨上来以后 你就不可能好价位啦 所以第一个一定最重要是什么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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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就是个股期 没有比他更重要 对 指数期货都不重要 个股期货绝对重要 因为个股期货 你一根涨停它可以4倍 对不对 那你指数期货怎么可能涨停 对不对 一万三千点你指数期货要涨停 你要涨一万三千点 一千三百点就可能 不可能好不好 上礼拜五才涨500点 大家就嗨的跟什么一样 对 500点还不到不到4% 3% 3 4 4%而已啊 对吧 可是你看股票期 对不对 南电涨停 今天又创新高 对不对 礼拜又创新高 那我的打算是这样子的 我如果说买11月起的 也不用卖了 你像什么自行期啊 南电前就结算算了 什么叫结算啊 礼拜三不是要结算吗 那假设说你赚100万 对不对 你本来户头里面假设是30万 那假设你赚到100万 那到礼拜 就是结算完以后 你下午去看 你户头里面会有130万 你也不用卖了 就直接把你算掉这样子 好那这是第一个 想象一下刚刚我讲的哦 就是说三点的这个吃到饱时间 你还剩下一个半小时 是 那现在大家就各自面对不同的问题了 所以每个阶段 都要拿出解决的方式 这才是能够称为 认真的投顾老师啊 是 那你如果说 我现在就告诉你说 快买快买 这个要你看吧 叫你买你不信 之类的 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因为细节当中很多事情是要处理的 比方说我讲第一个最简单的 每个人都只有一套资金嘛 对一笔资金 假设你这一波什么都没卖 然后你也没有别的钱了 理论上你的股票已经在反弹一段程度了 对 举例来讲 你的蓝店如果买在400 现在是不是弹上来200多了 对 对不对 就本来你赔400万 现在可能只赔200多万嘛 好你已经 就是 已经少赔很多了 那这里又有分 两种形态 第一种就是说你的股票在强弹 就像我跟各位的星星蓝店 讲的真的在强弹嘛 是 是 那这个很OK 你可以谈到怎么样呢 周级别的一个日落在考虑卖出 这没问题吧 对 因为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是日出而做日落而行 日落而行 我今天在听到有电视上有人在骂说什么 绝对没有分析师 没有人可以买到最低点 那都是骗人的 那 我觉得这个话说出来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讲 就是说 Ruby就好像说你讲什么话就代表你是什么程度的人 对 Ruby我问你一件事 是 南店在最低点的时候有没有成交量 也是有啊 那有成交量难道他不是人吗 他也是啊 那你为什么说没有人买到最低点呢 我们就买到最低点啊 对 你干嘛说我不是人呢 对吧 是 我也是人啊 我们还不是买在低点 所以这个东西是怎么讲呢 我这样子才说 如果你朝一个目标去努力 你就会越接近那个目标 如果你把那个目标当成放屁 你这辈子也不会发现那是有机会成功的嘛 是 像很多那种基本面的交易者 他永远都在那边讲基本面 那我就问你一件事 上礼拜五的南店跟上上礼拜五的南店 是不一样南店吗 没有啊 基本面都一样啊 他的基本面一点都没有变啊 他完全一样啊 是 你说为什么上个礼拜的南店 跟上上礼拜的南店价格不一样 你就表示说你根本就不承认嘛 基本面没有 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股价的变化啊 对 对不对 等到你涨上去你什么话都能讲啊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买在日出点 明明就是一个周级别的日出 对不对 这东西那么简单 我教过的人每个都会 是 谁不会看日出 谁不会看双脚 每个都会 连我妈妈我教他他都会 他还不太会 还会什么仙途 对不对 对 大家都会啊 那为什么很多人要宁可套在高点 一路死下来 然后再长上去 然后还继续讲他的基本面 这个我就不是很理解 但是因为我们的听众 听我节目超过三四个月以上的 他们都慢慢可以接受这种观点 是 基本本身是好的啊 我们从来都没有说到不好啊 但是你要把它起掌点嘛 对 起掌点很重要 所以我用这个问题来回答 刚才一开始Ruby讲的 你们现在的困境在哪里 第一种就是你在等反弹的 你真的有等到 这没话讲吗 是 第二种是你在等 你等不到 那你怎么办 我跟你讲换股啦 换股 就算换股 你想看看 大盘穿季线 你现在还在季线下方 你期待他有什么表现 没有错 你会反弹一下 但是你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 我认为机会渺茫啦 全市场的资金回来的抢股票 都抢不到你那只 你那只怎么会 怎么会后来居上 你跟我讲 这怎么 这逻辑怎么通呢 你一定最先涨的最强嘛 为什么呢 第一批回来的人先抢谁 他最想要的那一档股票 一定就这一波最强的啦 是 那你要全部都 大家都耸完一波了 对不对 那一盘还没吃 想一下说 不知道要不要吃 还在那思考的时候 那个就是最没人要的 你知道吗 好 我现在再讲第二种情形 你不是那种套牢下去 套下去结上来的 你是本来有卖 打算离场 你认为非常悲观 股市要跌到8000点的 理论上来讲 你现在有现金吗 抢不抢 当然要抢 你现在被嘎了1000点 叫嘎空手了 你看到别人就爽赚 那你心想说 我现在跳回去 会不会追到末班车 这个问题 我等一下第二阶段来跟你们讲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好的 那么请大家呢 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餐饮 资产免费的卖账号 从这个中小型的个股 到个股期 都可以跟老师一起来拼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朋友 欢迎来电咨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用锈锅软锡上游全员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 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亭有价4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礼拜一华星创高 蔡英词坦预告的华星期更标 玉龙涨停蔡英词坦 带你掌握的玉龙期杠杆效果更大 那这一波的操作策略呢 就是要透过中小型的标股 加上个股期快速的来拼反攻 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务必要把握哦 请先加入蔡英词坦免费的 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不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全新的黑马股 加上全新的个股期 务必要好好的来把握哦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欢迎回到股市插英词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第三季的财报呢 在14号都要公布完毕 另外呢 还有这个市卒赛要登场了 那么年底前呢 有许多的题材准备要来发酵了 那就请教老师 这个投资朋友们 可以留意哪些新的机会呢 其实我觉得这些题材 都会轮流动一次 是 那它都会轮流动一次 你看我举例来讲 今天是不是涨到那个原物料 对原物料没错 因为照理来讲 就是说升息放缓对原物料是有利 是 第一个就是说本质上有利 第二个在明目报价上面也会有利 因为你升息放缓的话 美元指数会掉下来嘛 对不对 对 那你因为原物料都是美元报价的 美元如果掉的话 你报价本来就升上去 就是明目 它的明目报价也会上来 所以它本身没有涨 看起来也会涨 那这个就表示说有一些股票 它要重新评价嘛 对吧 你之前被它杀那么低 是 所以今天一大堆股票就上来 那低的当然很多啦 你看什么中宏啦 大成钢嘛 你大成钢你仔细看 它已经三个月没破底了 是 你真心讲起来的话 三个月没破底 然后 当然这个 主帅可能就是 看谁能创新高嘛 对不对 底部反弹 是每个人的梦想 认为说买在低点是很神啊 但是其实 投资者们不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手上只有一套资金 对 就只有一套而已 假设说你 300万的钱 你选了三档股票 你都买在低档 那现在有一档股票要涨 说起来 你也不能买啦 因为你没钱嘛 是 那你除非剁掉其中的一档 才能够换下一档嘛 对吧 所以其实买不买到低点 是买在高位阶低位阶 我觉得投资人要放掉这个迷思啊 什么一定要买在起涨点 什么什么的 不是这样子讲的 你的钱要让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赚到价差 这样才对啦 对 价差 价差这件事情你要 那是投资人追求的嘛 对吧 好 我们说价差就是你买40 然后出掉46 你买40出60 你买50出80 这要见价差嘛 对不对 你应该不会想说你买在80 然后每年配股配息 配到60块的时候要剩18块 但是呢你跟你的孙子讲说我配股配息了几十年 结果他把它配回来了 对不对 你一定很想跟你老婆讲说我昨天买了股票涨停板 对 明天我如果卖掉的话 我们这次可以赚40万 这个好多了吧 是 人生是很宝贵的啦 像我刚跟各位讲两个小时跟你吃到饱嘛 那现在的话 除了这个原物料 因为美元指数下来的话 你说这些题材轮到他了 我这边也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个股期会这样一直涨 华欣也涨 没错 其实不是我们的个股期一直在涨了 你这句话要反过来讲 是股票在涨了 期货是依附在他身上的 本质是股票 那为什么这些股票会涨 因为他们都是龙头股 你想看看 起交所发个股期的时候 他不是随便什么阿狗妈妈都给你 只有两百多家 对两百多家 你等于整个台湾市场 大概只有将近一成多的股票 他给你个股期 是 那个个股的股票是交易所挑过的 你知道吗 他是有标准的 大哥他这个都是好的公司 有财报的 再不然就是该 处于该类股当中的龙头 他才会给你 是 你看生计股有哪几档 对不对 智晴那种都是法人的生计股 你知道吗 你看电子股有哪几档 他不是那种阿狗阿猫给你个股期 所以说 大盘在反攻的时候 第一波涨龙头很正常 所以我才会说 这些股票为什么轮来轮去 因为龙头股轮流在涨 是 对不对 你才会知道 这第一点龙头股轮流在涨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题材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 南电还是强嘛 对 然后南电你看那个 礼拜五的时候有跳空 假设说你先前低档没有买的 礼拜一你不敢买他会拉上去 对不对 那拉上去的话 因为早盘一定会有当中客进去买 所以高档有人出掉就有上影线 那这时候你就要注意就是说 上影线出来了以后 三天之内如果有 不一定有啦 如果说天给你这个机会的话 来个黑棒 那你机会就重新来了 因为你底部没有买的话 你就只能在拉回的时候买 不然你就永远没有买了 对 对不对 所以说上礼拜五我也跟各位讲 很多股票开高走低 那你就买黑K嘛 是 你买了黑K的话 其实今天比方说你看 今天的这个华星就是你的啦 对礼拜一就是你的 对啊 那资源礼拜五也是开高走低啊 那你尾盘敢买或是礼拜你开盘敢买 这一根红棒就是你的嘛 就是你的 所以哦 我现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 很多人都很怕常上影线跟开高走低 我跟你讲就是要挑这种股票 对在我们这里都不用怕 因为股票能够留上影线 那一定是当冲客去冲嘛 是 你觉得当中个笨蛋他随便股票乱充吗 他挑过的你知道吗 他也是挑过的 他帮你把股票挑出来 他离场了以后你再去找买点 所以现在的情形 跟过去20年是完全的不一样 你黑棒在场哦 比方说你前 我讲一个最爆亮长黑的 比方说金瑞好了 他最爆亮长黑嘛 上礼拜三还是事我忘记了 你就等着看哦 他这个整理完以后 如果像高丽一样 高丽一行上礼拜二也是一根长黑啊 对也是爆亮 那你看今天是不是 他有点把它化解掉了 你要注意很多股票中断整理以后要创新高哦 因为逼迫的反弹哦 你要有一些题材股能够创历史新高 你逼迫反弹才有意义啊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半导体这个了 那现在如我所预料嘛 涨到气体那几支对 就是精神嘛 因为我当时讲这个主要是因为 对 创意他们都上去了 说真的 投资朋友们你们不敢追你们 真的也没办法 对不对 那上品跟精神就是这一波 一个4770嘛 一个4768对吧 是 他本来就是我们这次8月做过的股票 那已经拉回来季限 我就跟你讲一次 没错 两根长红也算是有照顾到 也是上品跟他讲 幸贵那支你们大概不敢 那算了我也不特别说 但是那支以后一定是怪物了 因为他的那个成分 不是他的那个大股东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人 你们就等着吧 我认为在一两年之内 那一支一定是怪物啊 是 那我们就再继续回头来讲 那我们比方说正规君啦 台电集团当中很多人在凹那个彩玉嘛 对吧 因为距离季限还那么远 很多人都想要等他抓一个反弹 那因为看了彩玉就不妨也看到精彩了 但是我说这个集团当中 最先从工上季限的是谁呢 我觉得他当指标才是重点 是 再来就是说 刚刚讲一同华星这些嘛 对 那原物料要反弹了啦 原物料的话当然 你也会看到航运 那这个我因为上礼拜都讲过了 弹的话他就是这样子 碎步往上弹 那你资金已经在里面了 说真的你也不好换 那如果说你要那种 手上一笔钱买进去以后 有机会发动的 我倒是觉得自行走到这边 升级股应该有带动到 是 那接下来就是说 谁有机会全力进入账的 其实有 其实是有 而且消息还没有出来 其实可以好好把握 是 那既然铜价涨了 当然不妨就是会想到 因为一同上来了嘛 对 会不会又轮到金居台药呢 会不会又轮回来这一块呢 那主要还是要看金居的 因为守在石军这边嘛 是 他穿一个新高的话 台药连茂这些才会有一个机会 其实台药也是 碎步往上一直涨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能够搭配滑星工上去的话 一定是特别有效 那底部的话就是大全钢他们嘛 另外有一档股票 因为它是KY 以前是比较不常讲 因为你刚刚讲四足赛 大家都注意那个 运动的面板嘛 对 其实也是要注意运动产品 这档股票他先攻上去 当然可能大家会想要保存 对不对 我直接告诉你讲 我不是说保存 不是喔 你不要乱猜了 再来连那个 船长股因为都上来了 所以 最后一波创新高就六脚他们 现在看起来的话 还是持续来做上攻 我觉得这样子来说 因为原本强者很强的股票 看起来位阶不低 但是准备又要创新高了 如果你的资金只有一笔的话 你一定是想要买那种 一进去就攻了 就发动了 那你就来找我 我带你进场 好的 那么这一波的反弹呢 有机会可以拼到这个农历年后喔 所以透过这个新股票 加上个股企 让蔡英斯坦呢 来帮助你反败为胜 把绩效都给拼回来 无必要好好地来把握这一次机会喔 资金只有一套 就算一进场就发动喔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Lighter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 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Mortal Group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最后可以操作一块赚打钱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111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14号 新贵股票登入条件 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 是否适合投资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各笔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以上节目由中港新闻网 与摩尔投雇共同直播 进广告咯 最急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听众朋友 礼拜一华星创高 蔡英斯坦预告的华星期更飙 御龙涨停 蔡英斯坦带你掌握的 御龙期杠杆效果更大 那这一波的操作策略 就是要透过中小型的飙股 加上个股期快速的来拼反攻 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务必要把握喔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 那一帐号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全新的黑马股 加上全新的个股期 务必要好好的来把握喔 今天播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喔